阿米斯是基督教的分支 嚴格遵從教義 生活模式極為簡樸 不用電、不拍照、不通訓 只是穿素式衣物 出入用馬車 時至250年後的今日 在賓夕巴尼亞州的Lancaster 依然可以找到阿米斯的蹤影 阿米斯與其他在世禮教教徒 在18世紀中業 由歐洲移居到美國之後 被本地人稱為PA-Dutch 但其實他們不是荷蘭人 而是德語系人 這個名字是Pennsylvania Dutch 它是他們的語言 而它不是德語 它是德語 所以它的語言是Pennsylvania 英文 它是從西方的英國和紐約 這是阿米斯的語言 他們在家裡學習最初的語言 他們經常講 他們只能學英文 在學校 阿米斯的教育程度 只是到Grade 8 即是我們的中三 他們認為 祖先接受這個程度的教育已經足夠 沒有必要改變 就一直沿用至今 在每個學校 有一個教育 她可能會有助教 或助教 可能兩至三天 每個星期 只有一個教育 每個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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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會有25至30學生 每個星期 都會有兩至三個星期 在那時候 現時在Lancaster 有大約三萬八千名阿米斯 其中三分一是農夫 其實人人都想當農夫 但是耕地不夠 而建築工人和木匠 就是另外兩個最普遍的工種 阿米斯從來不拍照 他們認為超將帶來自豪感 而自豪是罪過 所以在家裡連一塊鏡都沒有 阿米斯的家居簡泊 不用電網供電系統 只是用天然氣 和再生能源 他們感覺到電力 會有太多改變 他們的文化 會有太多的思想 和價值 他們不想讓其他人 被避免 所以電視和電腦 會這樣做 阿米斯的生活非常簡單 有看似與世隔絕 但其實他們到了16歲 就可以自由地出去 可以接觸非阿米斯世界 然後決定是否接受領使 留在阿米斯社群 這段時間叫做Rum Springer 我們在做Rum Springer 他們會做外面的活動 在外面的活動 就像其他人在社群裡 穿英文衣服 如果我們在組織組合 那些人可以為那組合 但當他成為禮拜者 就會把這些活動 在整個活動的活動 在整個活動的活動 有一次過九成的青年 最後決定接受領使 另外的就為了上大學 而不成為阿米斯 今天的阿米斯 非常歡迎遊客 他們可以在遊客的身上 了解到外面的世界 而遊客也特意來這裡 買他們的農作品 和手工藝品 互相尊重對方的文化 互來互為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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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